拉伊奥拉与伯格巴在牧帅呼吁球员归队的情况下,伯格巴该玩自己玩自己的,没有一点归队的意思。 事实上RCE报道,伯格巴的经纪人拉伊奥拉正在酝酿伯格巴离队,夏加斯巴范罗纳。 消息中指出,拉伊奥拉希望在转会期结束,前找到让伯格巴离队的方式,但他的高工资和高身价是一个障碍,同时,曼联并不打算放走这位新科世界杯冠军。 穆帅与伯格巴而此前RCE曾表示,若巴范能够在今夏卖出灯贝来,就引进伯格巴来补偿自己的中场。 而杜林体育报则表示,巴范想直接引进伯格巴,并会将一涅斯塔利对控出的8号球衣留给伯格巴。 法国中场在2016年以超过1亿欧元的身价从尤文图斯加盟满联,创造了当时的转会费记录。 除了巴范之外,尤文也想买回这名自己的心爱旧匠。